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月15号 两次呢,走的过程率很小 上个指数涨了4个点 涨幅为0.15% 宣传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都下跌了 一个跌了0.36%,一个跌了0.88% 本周大概率会宣传结构 上周呢是驻底部结构的前提条件动画 6个指数全动画,并且120也有动画 所以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和周期之间的协调性 是好于12月的低点 好于12月的低点 但是最终形成结构的时候呢 跟12月份低点 也就是第二次柱底跟第一次柱底 空间相差不会特别大 他们两个呢,空间相差不大 那无非就是时间上的差异 也就代表了我们在一开始就说 会有一定的持股压力 但是压力不大 等到第二次底部结构形成 我们可以跟第一次底部结构形成 进行对比一下 你看空间差异到底多少 现在呢,没有形成性 但是从序列的角度来讲 从结构的角度来讲啊 本周大概率是形成的 从序列的角度来讲 序列的底点应该是在下周 好,请看 周线目前序列8 下周是低9 但是9 大概率是形成的 因为5是在高位 这个日线的序列不一定形成 不一定形成 比他今天是8 对吧 比他现在是8 但是 5是在第一位 明天只有下跌才形成9 明天如果不跌就没有9 但是你看这个周线 周线不一样 5是在高位 所以周线大概率是有9 月线也是大概率有9的 看月线啊 5也是在高位 当然了 现在目前看 5这个位置是很高 月初的时候对吧 往上涨一点点 序列就重排了 所以如果序列重排 相当于月线的序列就没了 4个指数有月线的序列 只剩下三万指数有了 其他的三万指数就都没了 所以呢 就是说对一月份我 当初 12月底点给大家建议买入之后 对一月份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预期不要太高 假如说一月份大涨序列就没了 第二 要相信最坏的时间 时期已经过去 我们相当于在八的 下一线的位置上买入 那你从上涨指数的角度来讲 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买入 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空间相差很小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很小 之前是下跌了 现在是横着的 所以最坏的时间段已经过去 但是呢 我们不能排除它是 二次度底的可能性 如果涨率来也是温和的上涨 因为如果快速的上涨 一月份啊 出现出现 6%以上的阳线 去平台了 所以我们12月底 这一月份是这样的判断 但是一月份只要过去 越线的序列写死 二月份就没有限制 所以一月份过去之后 对于二月三月四月 我们可以高调一点 可以进行的畅想一点 能理解的单一 等车的上涨 没有办法做单阳侧顶的 那根大阳线还没来呢 等着吧 好吧 会有一根大阳线的 阶段性最底部的单日大阳线 我们现在说的是 时空 时间范围 先放在三个半月 空间范围 等那根单日大阳线出来 我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行情会涨到哪里 会涨多少时间 那只是第一波 由于市场创了新低 代表了 这里只是行情的初期 所以呢 整体上 对于2024年 我们还是应该是以 行情初期作为判断 它不是大牛市 但是第一波 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第一波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预判 空间和时间的范围 但是一旦形成了第一波 就是我们比方的 算是刚刚卖的 但它只有可能走四个半月 五个月 只要行上了第一波的时间范围 过吗 可能 两年 左右的时间的上升周期 全部都跟这个时间范围有关系 所以空间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只要说第一波涨了五个月 最后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 二波涨不知道多长时间 但是三波如果起 重点 你就看五个月 如果第一波涨三个半月 第二波起 就第二 回到之后 第二波上升起 三波上升起 你就看三个半月 它起到的所有 对未来的一段时间都管 都有对 就好比一个平电的水面 你放进去 一块砖头 它的第一个波 影响到后面 每一个波浪 它的级别 你让进去一个池子 它的第一个波浪 也是影响到后面的每一个波浪的级别 能力解的大一 你要把池浪池浪进去 它的第一个波浪 后面就没有波浪了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路线来讲 第一个最简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间就是反对的过程 但是低点 即便有二次住地低点 风际点不大 一月份我们相同来讲保守 我们12月底给大家个建议 预期不要太高 过了一月份之后 所以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 我给大家个建议 预期可以高 只要一月份过去之后 就想没有任何限制 现在都15号了 那时候就 再都是周末过去 一月份就算两个天了 好吧 那简单吧 冰冻三尺 它一日之寒 这个比较 它一寸就是前程的底 反而不夯 反复的底 在这个过程中 坚持住 搞个市场 或者是一部分人的言乐 给你洗出去 好吧 坚持住 我现在预期高 关键它高不起来 现在不要预期高 那刚才完 你这 你这业能力是不是灵魂 这个月不要预期高 我们都说嘛 12月这个月怎么说 预期不要太高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说 这对于预期 我们是不是这么说 预期不要太高 但这个月 我们对下个月的预期 预期可以高 那这两句话 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问 对 这里也没啥预期 你不跌就行 目前看月球还序列 应该问题不大 周线的序列 部分的指数问题不大 但是日线结构 应该 等不到周线序列 显存就 可能可能大概率就会显存 什么叫高预期 比方说 你期待你自己 三岁能不尿床 五岁能自己吃饭 十八岁能自己开车 三十岁能有钱 四十岁还没有钱 五十岁还没有钱 六十岁还没有钱 七十岁还能开车 八十岁还能自己吃饭 九十岁还能不尿床 一百岁照片还没关起来呢 三百岁照片还在厂上花 这就是高预期 所以我们说 对二月份以后的行情 可以预期高一点 连续的上升 是一种高预期 但是百分之五以上的 大量线突县 也是一种高预期 那一月份就算了 为什么就算了 你看 这一月份呢 我们一直说 这里判断大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一条是月线的序列 一月份如果大涨 序列就没了 那你判断大比的这种 判断基础就少了一个重要的要素 能理解吧 这是说一月份 历史比较太高 好吧 那它如果涨了 八十岁还是少很强的 就等着吧 这一月份可以涨 我们十二月底那个低点 判断之后呢 一分可以涨 但是不要大涨 大涨是 一个月涨百分之六算多 十二月底那几天就涨百分之四 所以一个月涨百分之六 两天涨百分之四 一个月涨百分之六算多 算是一周太阳满 就是跌百分之六 对 那不也是因为它之前涨了吗 大涨的底子前面涨 咱也不是居高满 从底满 所以冰冻三尺被一日之喊的意思就是 这个底啊 长时间的落实之后啊 拖头没信心啊 这个底啊就 啊小反复 大家耐心一点 所以最佳的底点 下周是最好的 但是本周我肯定可能结构就形成了 本周啊 而最好是出现在下周 下周逐渐的序列第九 日线结构形成 月线也是在末期 就就 稳定性就很好 但是本周如果出现日线结构呢 搞不好还有个三次 第三次日线结构好不好 什么东西结构说的意思 如果本周出现日线结构 尤其是在这几天 本周出现日线结构 那你出现的第一点是在下周的下半周 那这中间就 至少有七八天的时间 那搞不好也会三次结构的 但是 交易的逻辑上不是这样的 你在第一次结构的时候 你就要决断买还是不买 你不管第二次有没有 第二次有 所以就是扛过去 二次结构和一次结构的空间差异不大 空间差异不大 扛过去的风险就不大 但是如果后面没有二次三次结构 过去我们都是这样建议 在一次结构旋谈的时候 既买你 不要等二次三次 有的话就扛过去 没有的话就一次结构 好多地方就是一次结构 不离二次三次的 那买入之后 如果行情出现了回落 这也是属于正常的 不能说回落了买入就错了 买入的逻辑它是之前定的 它不因为行情后面的涨跌 而把前面的逻辑全推翻 对不对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不 能理解的诈一意义 咱们我们说为什么买 因为一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 后面一跌了前面就全推翻了 买力不对 这什么呀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呢就是别太紧张 就放轻松 越不把股票当回事 就越好度过这里 你越是紧张 越是焦虑 越是重视 你就越做不好 现在来讲就是 你别太紧张 每天我们就聊聊天 是吧 这叫青红卡的卤蛋 好吃不黏牙 要不打打打 所以我下一秒就轮到它了 我的问题是 有没有越前及时的预期 有 但是概率很低 因为呢 我为什么说12月 开类是底和1月份的 如果12月底是阴线 那12月底是有可能注定的 因为月线出现在第八 也是在范围之内 如果12月份是阳线 我们就不能买 因为1月份如果不是阴线的话 序列就会出现在七 但是序列只能在八九十三个处 不能在七 所以12月份是因为阴线 在月底 形成二线结构 我们才买了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但是12月份一个是九 其他的三个指数是八 这可以 1月份一个是十 十也在范围 其他条件是九 其他的指数是九 这也可以 但是假如说到2月份是低点 那么 创业版指数的序列 月线序列就失效了 所以大概率会在12月份和1月份 12月份和1月份 12月份一个第九 1月份三个第九 这两个月呢 其实1月份的概率更大 可是呢 我们不能去啊 在所有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 我们还不出手 去等1月份 正规的正确的做法就是12地 我们买物 1月份有地点扛过去 确保万无一时 大家理解吧 这思维逻辑问题 背影我们12地点 在1月份之后了 预期不要太高 那这种多二次 比的这种概率也提现说了 是有的 住就住呗 等着呗 好吧 等着啊 第一波 这波是要好好做的 第一波 不得少 等于这个月 是要好好做的 那今天上半年的机会呢 是第一波 上半年应该还有一次机会 我们去年判断的行情 如果是牛市初期 判断是这样的啊 第一波上半之后回落 年底再上升 整体掌握不到 今年就把去年的那个判断 整体挪过来就行了 反正是 判断是 2023年是牛市初期 结果呢 这下跌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2024年 因为在第一点发新了 发新低了 那2024年就变成牛市初期了 初期的行情来讲 不要 整体来讲 也不要与其太高 今年我认为 没有太大的行情 好吧 现在就是年初一波 回落 年过一波 初步顶 这次行情走的不一样 你不要买人 这只是初步 有一个大概的说法 因为初期来讲 都是这样的 我们研究了 624 1664 998 几次重要的地点 第一波之后 第一波 行情初期的时候都很慢 没有特别快 都很慢 很折磨人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下跌了 底部再逐渐的太高 只不过 整体预期别太大 好吧 第一波走完之后 二浪回到之后 那不就它是三了吗 三是可以预期大一点 三浪是可以预期大一点 我们说二月 三月四月 可以预期大一点 这只是第一波上升 这波上的整体的预期 还比较太高 回落之后 第二波再起的时候 就可以预期大了 第一波 争取回本 希望算高不 老师 你打算300岁照片 还不挂墙上 你说一期算高不 贴得我们 贴得拿呀 贴得那么多 第一波你就要回本 贴了好几年 第一波就当发月 好几年的夏季 发月就回本 贴得拿 是不是 还有什么问题吗 路子一步一步走 咱们做交易的 是吧 还是要脚踏实地的 理性客观的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 帝国都不快 也不大 波浪理论 我们去听那个系统课 爱雷特的波浪理论 对一浪和二浪 是怎么描述的 因为二浪的回事 是比较大 时间很长 让很多人误以为 熊市没有结束 爱雷特老先生就这么说的 假如一浪很大的话 二浪就怎么跌 他也不认为熊市没有结束 所以一浪肯定是不大的 所以二浪才会让人 误以为熊市没有结束 到刚刚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顶盛时期了 因此 今年的第一波行情 总体来讲 时间空间不会特别的大 不会特别大 百分二十就不错了 当然还有一步的 但是大阳线的出现 现在还没出现 你就等着就行了 未来会有的 再去定空间 我们可以先定时间 先定时间是因为过去 几波行情的第一波 差不多都是三个半月 包括19年那一波 是吧 19年那一波 不到三个半月 是之前的 908 三个半月 就是差不多三个半月 我们先有一个 时间的大概范围 这个范围不会精确 大概范围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 你有一个大概范围之内 你不会 这个大概范围是有好处的 比方说空间 我们有个大概范围 时间有个大概范围 你不会因为一天的涨 就在卖了 它会起到一个尺子的作用 只有到这个范围之内 你再考虑 是不是要减藏 其他的你就持股就行了 好吧 我都讲了 16点01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都结束 1月份我们 争取安全度过 尽可期待二分 三分 谢谢大家 咱们今天的课程结束 咱们明天再见 还找到了 下午 相前 散 噢 Namen 乱 镣 啦 感谢观看